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我想 黄英空 第509章 何为方正 一纸禅师点头道 嗯 此话没错 但是你理解错了 这话出自于《道德经》的第五章 他是说呀 天地有人心 滋生了万物 老子则说 天地无所谓人 也无所谓不人 天地生了万物 并没有想收取什么报酬 天地看万物 就是和那丢掉的草狗一般 并没有对人特别好 对其他万物特别差 其意思的核心就是说呀 世间万物在天地眼中同等对待 没有高低 没有贵贱 没有准备和优劣之分 天地也不以人们认为的好为好 不以恶为恶 人性自带的善恶观 并不能成为天地的普世价值观 所以呢 人家天地并没有委屈了你 所以还造就了你 甚至成全了你 也没有索取什么回报 你为什么要傲视他呢 你若是傲视他 岂不是恩将仇报 父母生了你 你要去傲视父母吗 方正顿时无言以对 方正 为师给你起这个名字 方方正正 不出彩 却不委屈 忠庸而正 为师对你没有太多的想法 只想等你长大了 做事情的时候 能够方方正正地做人和做事 遇到任何事情 都要去问问你的心 这种事能不能做 要不要做 是不是必须做 心正 身正 人正 方位方正 你的名字或许不出彩 却是融入了为师全部的愿望 知道了吗 依智禅师慈祥地抚摸着方正的头盗 方正则听得是似懂非懂 但是在这一刻 方正再想到了这个画面 却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心中的烦闷是轰的一声 就炸开了一个大洞 方正看着眼前的怒 恨 愁 任凭这些情绪不断的扭曲变化 再现他父母抛弃他的场景 但是方正的脸上 却没有了之前的争鸣 而是一脸坦然地看着这一切 石海中 方正双手合十 对着天空不断变化的负面情绪 微微一笑道 贫僧虽然自幼没有父母 也渴望拥有父母 但是贫僧所渴望的 只是那残缺的爱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贫僧因为残缺了父母的爱 却得到了更多人的爱 在这一点上 全村上下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能够比得过我 我小时候为了能当上孩子王 不是因为我能打 因为不管是谁家的孩子跟我打架 不管谁输谁赢 他老爸老妈肯定揍他 然后把我拉到一边就哄 好好的哄 还塞给我各种好吃的 当时孩子们都说呀 我才是他们亲爹亲妈生的 他们都是垃圾桶里捡的 在山上 一只蝉狮对我的爱 胜过了一切 别人都只有一对父母 我却拥有那么多的父母 我还有什么好怨恨的呢 如果真要说有 也只有遗憾而已了 遗憾我的人生 少了一对血脉相连的亲人 不过这就是人生 人生因为不如意而变得精彩 大到因为有缺 而变得变幻无穷 精彩绝伦 世界因为有缺 才有了创造的动力 精彩焚成 既然注定有缺 拼僧热缺呀 也不过如此嘛 感谢你 带我去看到了我心中的缺憾 以前拼僧不去面对 不是不敢面对 可是 说到这儿啊 方正苦笑了起来 叹息道 我竟然忘记了 还有这件事 没错 方正的确忘记了 如果说他以前还想想父母 但是随着他越来越懂事 有了系统 日夜参研佛法 身边又有了四个徒弟相伴 他这小日子 已经是无比舒坦和充实了 哪来的时间去想那些东西 今天你带我又看了一遍 体验了一把人生的孙苦辣 这感觉还真不错 不过也就这样了 辛苦了 散了吧 方正说完呢 深吸了一口气 高声就送起了金刚经 一道佛光撕碎黑暗的阻隔 直接冲破了天穷 原本闭上眼睛敲鼓的方正 猛然地睁开了双眼 眼前只有一片漆黑 古朴的大鼓啊 再看不到一丝的猙獰 同时 方正能够感受到 一股温和的能量 涌入到体内 汇集在他后脑当中 整个人瞬间就精神了许多 思绪也变得是快如闪电 整个人的身体啊 都仿佛被什么东西洗了一遍 无比的舒服 方正知道 这是佛气入体 吸离他的全身呢 方正下意识地运转了胎吸睛 那些能量竟然真的随着胎吸睛的运转而运转 方正能够感受到 他身体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但是具体变成什么样了 他也说不清楚 方正依然在敲鼓 那边的猴子依然在敲钟 钟声鼓声是相伴相随 一个宏大威严 雄魂神圣 却又带着禅意在结中 一个是邪恶凶狠 带着无穷硬物 或仿佛就将人心中所有的不好都挖出来一般 两股声音在寺院上空撞击 抵消 寺院就如同那被压榨的海绵一般 撞一下就挤出一丝众生怨力 还有佛气 佛气融入到声音当中 然后随着声音扩散开来 可惜啊 一指寺内的怨力 那佛气还是太少了 扩散不了多远 最多也就覆盖一指寸的山头而已 再远呢 那就无能没了个力了 纵然如此 山头的植物还有动物 也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植物是越发茁壮 是垂涎欲低 鸟雀越来越活泼 越来越灵动 整个山头 仿佛都被这声音激活了一般 哪怕是山石 也给人一种生命的美感 当然了 石头终究是石头 依旧是死物 只是那种感觉变了而已 山下的人 虽然没有感受到佛气和怨力的邪礼 不过也被鼓声搅动的心中有些烦闷 但是当钟声响起后 那种烦闷瞬间就被去除的感觉 却让他们很爽啊 如同在盛夏沙漠里喝了一口大大的凉水一般 透心凉啊 爽翻天 他们却不知道 魁牛占鼓的效果就是挖掘负面情绪 永乐大中则是去除负面情绪 一个挖一个去除 短时间你看不出效果 时间长了呀 常听沉中目骨的人 那烦恼是越来越少 遇到任何事情都会从快乐 积极向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为大家着想 彼此相互越发和睦 社会也会越发和谐 以至于若干年后 整个松武县都光荣的成为了全国道德模范县 这是这里出了好多的名人 那就是好人多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眼前呢 按照方正的节奏 一口气敲了108响 本集播讲完毕 应财主的要求 今天五更破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